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南家到北家 你希望我们说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到下一章的PPT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也问我们自己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各位有想要回答吗 为什么今天会在这边 为什么会留在加州 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问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现在在加州的情况是非常不好的 一个三番市这个地方 一个洛杉矶 我们不敢在旧金山的大街上走动 到处都是针头流浪汉打砸枪 车子被砸 我们还不能持枪来保护自己 旧金山的Lululemon Lululemon是什么店各位知道吗 Lululemon的店员 阻止了抢到抢他们的商店 结果自己被开除 说过度的使用暴力 他的CEO上节目说 这些都只是衣服而已 都只是身外之物 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东西去伤害 甚至威胁任何人 这个店员保护了他的产品 保护了他的店 结果是被他开除 就是这么糟糕的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现在去旧金山看一下的话 各位知道Castro Street是什么吗 Anyone knowCastro Street 东西店 你看 果然每一个人都知道吧 果然大家真的住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知道 如果我们去Castro Street看一下的话 我们会觉得 如果神不降下天火毁掉这边的话 如果旧金山跟洛杉矶这两个地方 没有被彻底的燃禁的话 神真的要 必须要跟索多玛跟俄摩拉 还他们一个清白 跟他们这两个城市道歉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来北加州 又回到这个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刚才讲过 为什么会留在加州 现在是我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这次来我们 我们先在这里讲一个免责声明 就我们今天来这里 跟教会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是教会请我们来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 请我们来到这里 完全是草根的运动 就是为什么请我们来 所以我们只是租借这边的堂而已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好 那这个呢 是有人回应神的感动 是个人出资来租场地 甚至帮我们订宾馆 让我们过来 我们是谁啊 我们谁也不是 我们是一讲出A&Wings 大家就说 蛤 谁啊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如果要是办退会 如果要是办讲道 为什么不请大奖人 为什么不是 林律师 为什么要请 这两个到底是谁的人 我们完全没有资格 站在这里分享 我们真的没有资格 我们没有被暗幕 我们没有读过神学院 我们真的就是 谁也不是的 两个人 但是 我感谢大家 你们今天愿意来 我感谢 邀请我们来的人 愿意邀请我们 因为他们回应 圣灵的感动 他们没有说 Why 为什么 所以我们大家 出现在这里的一个目的 当然了 就像我刚才讲的 不是要说看 一帆跟弗里斯 有多高 这人胖不胖 眼睛大不大 那个弗里斯 脸上有没有打针 等等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服侍的 都是同一位神 我们的祷告是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人 我们都可以遇见神 而且我们真的明白 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 放在我们神上的责任 到底是什么 所以 大家都是愿意 回应神的护照 所以今天每个人 都会出现在这里 那我们讲这个东西 不是要 就是特别的去感谢 这个 邀请我们来的 这些草根 是因为 他们做的事情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我指的不是说 希望每一个人 都邀请AI News 来这边分享 或者什么之类的 而是他认为 应该要去完成的事情 他亲自去做 他亲自的去达成 他亲自的去实践 然后没有说 等谁谁谁 我们等到凑成 一群人的时候 再一起来去做 而且没有等到教会 来去行 才去行动 没有把神给他的感动 放在别人的身上 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然后再问说 为什么我们的社区这么烂 为什么都没有人做事 为什么教会这么软弱 为什么现在美国 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还没有人站起来 但是呢 你们今天 为什么会站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 会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 我们接受了神的呼召 好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发生了什么 在加州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接下来 用一点简短的时间 快速给大家来过一下 说我们现在正在面对 还有发生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Homeschool的家庭 请举手一下 现在在加州 我们有历史上最糟糕的教育 我们政府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还有时间去教导性教育 还有以这个平等 自由多元的理由 来把色情 暴力 还有扭曲的历史 放在我们孩子的教育当中 学校在教育小孩 就是说 父母都是邪恶的 你们这些父母都是邪恶的 你们都是落后的 所以说 小孩应该要听老师的 应该要听社工的 起来反抗自己的父母 父母是老旧的 思想是落后的 是导致世界不公平的 这些资本主义 社会无法进步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父母 在这样子带小孩 这样的事情 不只是发生在美国 不只是在发生在加州 在全世界 所谓的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制度 都在发生当中 那在政治的层面呢 我们变得非常的软弱 而且非常的被动 共和党的内部 变得非常非常的软弱 无能 我们不断的妥协 现在被称为 保守派的共和党员 只是想要维持在 十几年前 民主党想推行的政策而已 大量的共和党员 支持同婚 大量的共和党员 支持堕胎 在政治层面 没有人能代表我们 在我们的国会 在我们的州议会里面发生 我们的税金 各位有付税金吗 有付税 收的税 不是来建造我们的城市的 而是去做联邦政府 还有州政府 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完成的项目 帮流浪汉 盖他们不想要住的房子 在我们的大城市里面 盖很多吸毒所 我们努力跟用我们的劳力 创造出来的财富 全部都当成人道主义的福利 送给这些非法移民 还有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 各位在旧金山 不敢把车子停在外面 这个昨天我们去 只要遇到人 每一个人就会跟我们讲一次 我们去 我们昨天有去方舟教会 采访牧师师母 我们都从教会出来了 师母特别追出来 千叮咛万嘱咐 千万不要把东西放在车子里面 我说师母 你是不是担心有点过多了 至于吗 真的真的 一定要听话呀 千万不要把东西放在车子里 我们昨天到了北加州 从昨天开始 只要我们碰到的人 大家都会跟我们讲这一句话 我说你们北加都到这种程度了吗 车里面放东西就会有人来砸吗 他们说真的 每一个人说 为了你们好啊 千叮咛万嘱咐 就怕我们这个年轻人不听话呀 给我吓得 今天早上去吃个早餐 我一定要把我的电脑提着走 好 根据大家的反应 相信我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如果我没带电脑出来 可能车窗户已经漏了 今天这边就什么都讲不出来了 偷东西 在950块钱以下 算轻罪 对不对 旧金山关了十几家的Walgreens 两间的Walmart CVS Rite Aid 然后我们的政府跟我们讲说 犯罪率大幅的下降啊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就是 现在都没有人在犯罪了 对 没有错 因为他们现在犯罪都是无罪了 所以你没有资格保护你自己 还有你的家人 然后你的财产 他们废除了警察 然后允许犯罪 让你没有办法持枪保护自己 我们的学区不能掌控我们自己的教材 不然会被州政府告 校董会 如果他们开会的内容是说 我们要在学校里建立堕胎诊所 还有我们要支持儿童变性的这些医疗服务 学校可以跳过父母 让自己的孩子做变性的决定 来摧毁掉自己的一生 我们的政府变得如此的庞大 无比的庞大 而且是从由上而下的强制压迫 我们感到很无力 感觉到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好像我们投的票 大家都有投票吧 对不对 我们投的票好像在打水漂一样 我们的声音没有办法被民主听到 我们的政府变成不是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接下来呢 在教会层面 与其变成这个世界的严根光 来影响世界 来改变世界 把圣经的价值观 道德观放到世界里面 社会里面 教会变成了一个逃避现实的避风港 甚至是帮助政府洗脑基督徒的地方 教会 有一些教会 我相信各位教会应该都不是 但是各位一定知道有一些教会 开始接受同性恋的议程 同志神学 帮助同性恋证婚 甚至挂上六色彩虹旗 在他们这个教会的门口这个地方 说这代表多元 这代表包容 还有同性恋的牧师 变性人的牧师 然后说这叫做爱 神也使用罪人 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牧师 牧师的小孩 小组长 不需要认罪悔改 不需要检视自己的行为 认为说可以继续犯罪 我们有认识就是 帮助同性恋跟变性人的机构 他们在他们的成果发表会上面说 我的儿子 现在变成了我的女儿 但是我用神的爱来爱他 他现在有了老公 但是还是会跟我一起祷告 所以感谢主 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恢复 在这一切都在不断妥协的教会 不断顺从世界的教会 不断与政府合作来压迫我们的教会 同时告诉我们说 不要参与政治 不要想这么多 我们要把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需要爱 我们需要包容 我们需要同情心 需要同理心 律法是过去的事了 耶稣已经来了 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有的罪都跟他一起死去了 除了这些基督徒 还有彻底放弃的基督徒 还有彻底放弃的教会 说世界会这么败坏 启示录都是这个样子写的 对不对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我们不要去投票 我们不要参加政治 我们不要为美国祷告 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 OK 所有的律法都已经被耶稣完成了 除了一个 就是十一奉献 OK 大家还是要去十一奉献 还有星期六要去小祖 星期天要去教会 这样就好了 世界 就让世界烂吧 美国 就让美国烂吧 不干我们的事 我们只要求自己的平安 我们跟世界妥协 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其实都是表面的 我们只假装接受而已 OK 圣经不是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灵巧像蛇 寻良像鸽子吗 最后一个 我知道complain 大家都不喜欢听 但是我只想告诉大家 现在目前的严重性 我们的家庭 我们家庭 好破碎 有谁认识破碎的家庭的 离婚好像是一个人生必经之路 好像你不离婚 是不正常的一件事情 离婚好像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基督徒离婚的比例 跟普通还没有信基督的人的 这个离婚的比例 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父母 把赚钱 事业 工作 摆在自己小孩的教育之上 我们不用想太多 OK 儿孙自由 儿孙服务 学校怎么会害小孩 老师怎么会害小孩 政府害小孩干嘛 政府害你干嘛 我们 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使用 美国以及加州这个样子 不用自己带小孩的福利啊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机会 好好的赚钱 给小孩物质上面的丰盛 给我们自己物质上面的丰盛 我们只要有大房子 大车子才是最重要的 我刚说的这些 各位对于现在这样的现况 感到很无奈 对于我们的政府 感到很愤怒 看到教会的软弱 我们感到很丧气 为什么很多教会 连最基本的对错 正义还有邪恶 都不敢出来讨论 原因就是因为 害怕持守圣经的价值观 还有世界观 会冒犯到别人 会觉得圣经 会冒犯到其他的人 所以说呢 各位为什么 还会留在加州 刚刚已经说 烂成这个样子了 你觉得你为什么 还在加州 还有呢 你们谁 阿曼 还有其他人有答案 OK 因为神要为加州存留一人 其实有非常多的声音 叫我们离开 OK 而且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了 各位 有人认识 离开加州的人吗 去其他州 Oh That is everyone OK 很多人会说就是 外州多好啊 外州多自由 OK 比较有传统的美国价值 房价也比较便宜 警察也真的有在做事 不像我们那个警察 又胖然后在那边吃甜甜圈 每天都在吃甜甜圈 今天吃甜甜圈 明天也吃甜甜圈 天天都在吃甜甜圈 加州已经毁了 已经没有救了 搬走就好啊 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不离开 是因为这里比较方便 OK 我们今天早上才去吃美而美 好贵哦 然后我真的必须说 不好吃 Can you imagine 四个人吃早餐 吃到六十块 这还算便宜了 大家回想一下 十年前 二十年前 几块钱 你就可以吃一顿正餐 不是早餐 你可以买一个便当 外加一个饮料 对不对 但现在平均下来 每一个人吃早餐 可以吃到十五块 我只要了一个蛋饼 和一杯喝的耶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真的非常的夸张 对 我买的最贵 OK 总会三明治 OK 怎么样 从台湾来就知道 三十五块钱 就已经饱了 OK 四十块钱 就一个三明治了 台币吗 台币 然后在这边 我一看 十 好像十块多 Anyway OK 大家知道 OK 大家会认为说 我们不离开 是因为这边 有我们熟悉的食物 有中餐馆 有美儿美 还有我们的朋友 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生活圈 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房子在这边 但是不是的 各位知道 为什么你们还留在这边吗 你们没有他们说的 这么肤浅 大家都知道 我在节目过上 分享过很多次 我试着逃离加州 因为我认为说 我竟然是做网络事工的 对不对 我不用被区域而限制 对不对 我去哪里都可以 录AI News 对 而且非常大方 告诉我说 只要拿一点钱 我去那个Wyoming 买一大片农场 对不对 我们家的房子在这里 好了 我把这个地 也分给你一块 你就住在我们家隔壁 我们天天录AI News 对不对 就跟他说一样 OK 我在Wyoming 一大块地上面 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 OK 在那里当一个那种 退伍军人 在电影里面那种退伍军人 躲在里面 哪里都不去 结果我要上飞机的 前一个礼拜 OK 新冠肺炎中标 他真的买了机票 我真的买了机票 他真的买了机票 我当时一听 我说No 但是那个时候 这个人就完全听不进去 他说 加州完蛋了 我要走 我说神灵 你在这里有墓地 可是他听不进去 我们当时 我跟Persela 为他祷告很多 我们在报告室 跪着祷告 我说神 你要亲自翻转这个人 你要告诉他 为什么他要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不要搬到那里 所以他真的买了机票 而且他真的联络了 房地产经纪 他真的要去了 所以我们祷告神 我们就看见神做的事情 真的太好笑了 我们的神 真的是一位非常幽默 又有智慧的神 这个人第二天要上飞机 我们痛哭流泪祷告 结果怎么样 飞机上不去 为什么 因为新冠肺炎中标啊 难想象为什么大家会 因为一个人得新冠拍手的 不是问题的 就是大家看到 神在你身上制作的工作 所以大家拍手 但是最重要一点 他也从中得到好处啊 如果大家翻我们以前的影片 胖啊 他中了新冠肺炎 一般年轻人躺一下就好了 他在床上躺了十天 他掉了十几磅 这是化咒诅为祝福啊 那 我没有听神的 OK 我第二次我想说 一定不是因为 我想要离开加州 一定是因为 娃威明可能有问题 所以第二次呢 我觉得我挑了一个 更好的一个 它叫做Tennessee OK 对 过了两个月呢 他突然又说 我要请假 我问 请假干什么 我以为神制作的工作 他都已经明白了 神的心意都懂了 我说 你请假要干什么 他说 上次那个机票 我没用了 他说 还有这个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可以选择要去 娃威明有问题 我这次要去田纳西 我一听 完了 我跟Persela 又跪下开始找我 我们说神啊 他 你制作他的工作 他怎么就不明白啊 我们说 求你这次再次出手拦阻 你再用另外一个方式 让我们看 你要如何拦阻他 觉得我这是 成功的上飞机了 厉害吧 OK 然后我去田纳西 带着我家人 玩了四天 好棒啊 那个绿色真的是绿 OK 不像我们加州这边的绿 就是 讲现有点灰灰暗暗的绿 那边绿是真的绿 OK 回来之后呢 我声音不见了 对 我要跟大家讲一点 他不是回来之后 声音不见了 他下了飞机 他声音就没了 我们那个时候 在祷告我们就说 他就说他上飞机了 要关机了 他要飞了 然后我就 我跟Persela 在办公室里说 怎么回事 他上次神 没让他上飞机啊 这个是神 怎么让他上飞机 他怎么要飞了 他飞了 他怎么 怎么办呢 一下了飞机 他在群组里面 发语音 我们一一点开语音 他就说 哎呀 我声音怎么不见了 我们说 你是不是开玩笑 没有 我的声音 怎么不见了 我下个礼拜 录影 怎么办 所以说我大概一个礼拜不能说话 OK 那我就回家祷告 OK 我祷告得到的结论就是 神救我脱离奴役之家 神让我得救 是让我可以无忧无虑的在Wyoming住大房子吗 还是让我在Wyoming田纳西开快车呢 还是怎样 是让我可以逃离邪恶的吗 最主要是 这个符合我的个性吗 我看到这么坏的事情在我面前 我不去面对他 我反而去逃避吗 这是属于像我吗 这像我自己做事的方式吗 我是愿意站在外周 OK 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不对 我回应神 做事工 做PHC 做AI News 是让我嘲笑 还在住在这个加州的各位吗 而且我很确定 我如果搬出去的话 依照我的个性 我一定会笑 各位还住在加州的各位 OK 我会以为我跟耶利米一样 我在帮神做事 OK 但是很明显 这不是神要我做的事 这不是神呼召我的目的 经过了两次的大病 我很明确的知道 神一定要我去做 祂要我去做的事情 不管我多不愿意 加州房子真的买不起 好贵哦 我相信各位应该都这样感觉 那我相信现在在座的每一位 还在加州都有相同的呼召 会出现在这里 都感受到相同的无奈 四面楚歌 这个成语形容的非常贴切 我们现在的感觉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 我们的敌人的恶行 甚至看到我们身边的基督徒 看到他们 就是小时候 你从小看着他们长大 这些第二代 甚至牧师的小孩 甚至牧师本人 变得软弱 变得妥协 我们看着他们 每个星期天去教会 唱着同样的敬拜歌曲 OK 说自己要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一生 交给耶稣 但是他们遇到社会的 上面的不正义 遇到自己面前上面的不正义 因为每一天都还是活在邪恶当中 而且自己什么都不想做 还有很多人支持着堕胎 同婚 奸淫 吸毒 暴力 甚至恐怖分子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他很爱他们 神要拯救这些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还坐在这边 我们还待在甲州 就算四面楚歌 我们也要待在这里 坚守神的道 我们要在这边继续当义人 圣经里面的义人 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 非常经典的故事 分享给大家 这个故事经典到 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那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的十九章 在这里讲到说 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 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 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 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 脸浮于地下拜 好 那在这里呢 说这些人 他们对这个索多玛城的人 是如何接待神的使者 神的仆人 神派来的两位天使 索多玛的城的人 做了一个 他们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他们用对待其他人的方式 去对待这两位天使 这个天使呢 到了罗德的家里面 这个创世纪十九章 告诉我们说 他们晚上睡觉 还没有躺下 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 连老代哨 连老代哨 都来围住那房子 呼叫罗德说 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 在哪里呢 把他们带出来 认我们所为 这个合合本呢 翻译的实在是非常保守啊 什么叫认我们所为 拉出来跟我们打服务 打麻将 聊天 不许睡觉 朋友来了 我们一起去喝酒吃串 是吗 在这里英文版说的 一点毫不留情啊 英文版说什么 说bring them out to us so we can have sex with them who said that 谁说的 连老代哨 不光是成年人啊 儿童也在这里面啊 团团的围住说 把这两个人交出来 我们要对他们 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罪悦之城是有结局的 这个结局就是 神降下天火 要灭掉这样的城市 因为这样的城市 是没有指望的 这样的城市 他们的下一代 已经完全被洗脑 他们的大人 就是这样叫 小孩也这样做 他们这个城市 是没有希望 是没有盼望 他们是没有办法回头的 于是神说 大家都知道 圣经里面讲到什么 罪就是什么 就是叫 大家在家里面 做发面的包子馒头 你放一点点叫 他都可以发一大盆的面 所以神为了止住 这样一个罪恶蔓延 神把这个城市 降天火灭掉 但是同样 我们在圣经里面 看到其他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继续 让罪恶蔓延的话 我们到最后 面临的结局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记载 最史实的事情 如果大家去上网看 有很多考古学家 他们为了推翻圣经 他们说 我们要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找 这个是真实的吗 圣经是真实的吗 他们到了那里 发现怎么样 真的是硫磺 他们真的找到 这两个城的遗址 这个地方真的有硫磺 这个真的是 从天上降下来的火 把这两个城市灭掉的 这不是圣经里面 写来骗小孩子的东西啊 但是我们可以不必要 让加州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不必要 让三番跟露山基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但是另外一个选择 需要在座的各位 都像一位先知一样 我们要讲到下一个例子 就是你你威 那圣经里面有个先知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像 就是约纳 我们真的是 很不喜欢去搞这些东西 我其实是非常讨厌政治的 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的书 我上次跟我的牧师讲说 I hate politics 然后我牧师讲 Yeah 但是说真的 我真的是很不喜欢 我觉得那边勾心斗角 太无聊 OK 不要讲那个 我讨厌听不懂话的人 我不喜欢不聪明的人 我对于没有逻辑的人 我感到非常的反感 OK 但是我想要反转这个时代 我相信耶稣可以用福音改变我 改变我的人生 像我这么固执 又自以为意的人 像我这么不在乎别人的观点跟想法 可以只在乎事实的人 可以信主 可以认识耶稣 可以在我服事当中 认识到自己 得到快乐 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认罪悔改 都可以像这么叛逆的约纳 神要他去尼尼威 他就是不去 被鲸鱼吞了之后 到了尼尼威 他还是不耐烦 神为什么要爱 要我爱我的敌人 OK 直接摧毁就好了 砍掉重炼就好了 只要叛逆的城市 这个就用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方式 这样子 一下就OK了 对不对 但是在约纳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我们坐在神 赐给我们的树荫下面 看着我们对我们的敌人的抱怨 而且神告诉我们说 神是爱他们的 神要翻转加州 我们不是索多玛 我们不是恶摩拉 我们是尼尼威 神给我们机会认罪悔改 给我们能力可以战胜前面的敌人 前面的困境 给我们能力为我们的敌人 为我们的政府 灵社还有教会祷告 神没有叫我们逃走 没有叫我们离开 因为他对我们有计划 他要我们在 他赐给我们的土地上面 战胜我们敌人 让我们活得更丰盛 那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 是带来满足 带来喜乐 带来自由的神 圣经透过以色列的历史 人物 君王 先知告诉我们说 逼迫是好的 会让我们成长 困难是必要的 会让我们学习 甚至灾难是可以带来生命上面的突破的 而且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神灯精灵 不是一个来满足我们欲望的一个工具 我们必须要付出 我们必须要顺服 我们必须要为了我们的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 圣经里面每个记录都是记载着 我们跟神一起同工 翻转我们的时代 甚至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 神没有把一个方舟直接摆在诺亚面前 而是告诉他如何建造一个方舟 拯救地上所有陆地上的生物 神没有让雅各这个人平步青云的过一生 而是让他的生命充满挣扎 欺骗背叛 让他渴望得到祝福的心 努力的工作 娶了个漂亮老婆 而且还壮大自己的家庭 神没有让摩西当了埃及王子之后 就什么都不做了 他让摩西亲自地带领以色列人 抵抗压迫的埃及政权 还让这个八十几岁的他 带着六十几万的以色列人 在沙漠里走四十年 新约里面每一个使徒 都是亲自去走路 亲自去传福音 亲自的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的神迹 耶稣的神迹 保罗是可以当一个法利赛人的 杀基督徒多简单 多容易 宗教领袖不喜欢基督徒 罗马政权不喜欢基督徒 他是一个又聪明 又成功的法利赛人 但是耶稣给他机会 能力 让他可以靠着神的话活下去 让他的 让保罗的生命可以得到翻转 还有耶稣 他贵为神的儿子 他有无限的荣耀 权柄能力在他的身上 但是耶稣选择与我们同行 圣灵带领着他去旷野接受试探 他被自己的门徒背叛 最后亲自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为所有的人成为救赎的羔羊 最后 他们这些人 以上这些圣经的人物 全部都变成了荣耀 都成为了见证 他们全部都记录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要过怎么样活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知道 在患难当中 神与我们同行 在压迫当中 我们可以成长 在死亡当中 我们可以得生命 圣经里面的人 用他们的生命 来为我们做见证 所以现在 就是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 来为我们的时代 做见证的时候 所以 为什么 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刚才讲 因为神拣选我们 神给我们有荣耀的呼召 给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有呼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但是同时我们又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我们 我们的能力比较强吗 我们长得比Gavin Newsom好看吗 为什么是我们 我们的特点在哪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博士后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千万富盟吗 不是 我们在世界当中或许很渺小 但是神 为什么选择我们 让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 在语福所书里面 神告诉我们 他有一个秘密的计划 我在来之前 我跟神祷告 我说 你要我们去北加州 我们不想要讲一篇很普通的信息 就像你所有在教会里面讲 Incurating 靠着神 你可以 他自己要靠着神 可是什么都不做 我们不要这个样子 我问神 我说你要我们讲什么东西 我们开车大老远上去 我们一定要讲一个 不一样的东西 求你告诉我 神说你去看语福所书 我去看语福所书 我就发现在这个里面 上帝有一个秘密的计划 写在语福所书里面 这个秘密的计划 跟你有关 跟我有关 早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 好 可以帮我放下一页吗 好 来 请你过来 需要你帮忙 好 来 这个语福所书呢 神藏的奥秘 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在这里 放了英文 也放了中文 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何和本的翻译 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我认为在这个英文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语福所书的三章九节 请你来帮忙读一下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来 这个合作本这里讲到说 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这话听得有点奇怪 但是我就从英文版的里面 解释出来说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奥秘的计划 这是神托付保罗 让保罗写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奥秘的计划 而且这样一个计划 是神从创世以前 就已经有的了 然后保罗被神拣选 把这个秘密 告诉我们众人 为要借着教会 为要借着教会 是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在夺知 神百般的智慧 God's purpose in all this 就所有的这一切 神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use the church to display his wisdom in its rich variety 是为了让教会 能够展现出来 神丰盛的 丰富的 各个方面的 百般的智慧 为了让教会 展现这个智慧干什么 为什么要展现神的智慧 给谁看 to to say to all the unseen rulers and the authorities in the heavenly places 这给谁看呢 是给我们那些 看不见的 执政的 掌权的 天空属灵器的 给他们看 this was his eternal plan which he carried out through Christ Jesus our Lord 所以这里讲到说 这是赵神 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主基督 耶稣里 所定的旨意 这个计划 是神的 eternal plan 永恒的 永存的计划 这个计划 是借着谁 带出来的 是借着主耶稣 基督 带出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 教会是建立在 耶稣基督之上的 耶稣是教会的头 神对人类的 拯救计划 没有只停止在 耶稣的十字架 救恩上面 神对教会的心意 神是教会有心意的 他不是说 耶稣你只要 上了十字架 万事大吉 一切都OK 基督徒每天躺平 什么都不用管 不是 神对教会有心意 而且神给教会的位分 都是创世以前 就已经隐藏 并且已经计划好的 一个永恒的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 在第十节 在这里面讲到说 说这个 这些 他所有讲到的 说这些 你看不见的这些rulers 就是看不见的这些执政的 掌权的 在heavenly places 这些人是谁啊 到底是什么 是指周拜登吗 当然不是 周拜登我们每天看到他 对不对 然后晃来晃去 讲着他嘴里 根本就不知道 有讲什么的话 他讲的当然不是周拜登 所以在这里 执政的掌权的 说的是谁呢 就是在以福所书 第六章 在这里面讲到的 说这些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啊 属灵的军装 对吧 他在这里讲到说 因为我们不是 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恶魔征战 所以在这里讲到了 他英文里面讲到的 就是这个 ruler authority 其实讲的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 教会是神的奥秘 为什么神选择我们 为什么神拣选教会 对教会有特别的心意 为什么教会是神的奥秘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 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属灵的问题 在地上的一个体现 谁明白这个 教会明白 很多人以为 我们的敌人是谁 我们的敌人是民主党 民主党太坏了 这些人为了钱 怎么怎么样 所以他们搞出了这些 但是教会 是唯一明白 真正正结所在的地方 教会是唯一明白 跟了解这一点的人 教会是真正 带有神 属灵权柄的人 而且知道 how to deal with it 所以这个是 非基督读 不知道的事情 大家都以为说 最后获手是拜登 是贺锦丽 是深层政府 是谁谁 是习近平 甚至是马克思主义 是恩克思主义 是这个什么共产主义 等等等等 所以讲了很多这些东西 我在来北加州之前 我有一颗牙 这个牙给我带来 很多的困扰 它困扰我一年多了 我的牙很不好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牙呢 比如说它住得很深 你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如果你不做根管治疗 它就突然一些爆发 就痛得实在不行 你马上去找医生 把这个牙给钻开 把里面的神经给杀死 这叫急性牙髓炎 我这颗牙呢 我担心它一年多了 我就担心 它这个急性牙髓炎 哪一天突然就爆发 所以我就 怎么样 我就因为我知道 我要来北加州 所以我礼拜二那天 我就跑到牙医那里 我就去问牙医 我说牙医啊 我说我这个周末要出城啊 我好怕 我去到北加州路上 突然急性牙髓炎 我上台去找医生 去做这个东西 对啊 我说你先帮我来看一看 你帮我看看 说我这颗牙呢 它到底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你现在就帮我解决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回来以后再说 所以这样一颗 让我担心了一年多的牙 让医生一看 医生又拍了片子 又悄悄打打 说你这颗牙没问题啊 我说哈 没问题 我每天单独照顾这颗牙呀 我就怕它每一天 突然给我爆发 我弄了一年多 它告诉我 我这颗牙没有问题 我说那我为什么觉得它难受 我为什么觉得疼 它这个牙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他说很多人来到我们这里啊 很笃定的就说 医生 我就是这颗牙有问题 我这颗牙太疼了 我受不了了 你马上帮我解决 但是其实呢 他说这个地方 有一头神经 有一头神经 你认为你是上牙疼 你上牙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你正对着的那颗下牙疼 为什么你这颗下牙有问题 会反射到上牙 因为他们用了同一条神经 所以它会让你以为是上牙 所以其实现在在很多的这个问题里面 他说很多的患者啊 来说就是这颗牙 你医生你绝对没有知识 你没有水平 没有文化 你有没有读过医学院 你没搞清水 你是不是那个X光照错 我就是这颗牙有问题 医生说不是 不是这颗牙 你以为是它 其实不是它 所以谁是这个牙医 谁知道这个背后这个神经 到底怎么运作 你怎么知道上下对着这两颗牙 它其实用的是同一条神经 下面这颗疼 所以反射到上面去 结果你下面看起来没问题 这样隔山打牛的操作 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谁知道啊 只有基督徒知道 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白这一点 当我们相信圣经里面 每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要真的完全相信 圣经里面的话 因为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 大家都有怀疑 你透过慢慢慢慢一点 你会知道 神真的是信实的 而且圣经里的每一句话语 都是真实的 所以当我们知道 教会有这样的责任 当我们知道 我们身上有属灵的权柄 当我们知道 真正的症结问题 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 我们可以有一个plan 这个plan是不懂的人 没有办法做出来的plan 这个plan是只有我们知道 所以为什么教会是神的奥秘 为什么教会才有权柄 去defeat 这些看不见的 执政的掌权的 为什么教会才能够改变 一个属灵的状况 因为你跟非基督徒讲 他不懂嘛 他以为是他的上牙疼 其实不是是下牙呀 所以神的秘密计划 就在于我们 首先要必须要了解 教会在整个世界当中 重要的位置还有位分 我们是谁 我们是和神 必须要在一起配搭的主角 而且在这个故事里面 教会必须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 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是谁 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谁 我们一直要喊复兴 家中要复兴 教会必须先复兴 我们办复兴烈火特会 我们这里办特会 那里办特会 我们要把那个火烧到哪里去 烧到哪里去 我们复兴的口号喊的太多了 我们喊了几十年 每个人都期望 Azusa Street那个Revival再一次出现 为什么没有出现 为什么没有复兴 为什么喊了半天 教会越来越软弱 基督徒越来越软弱 我们要明白的是 不是教会来教会的人数多了 我们就复兴了 不是说因为我们教会 聚一个会 两千人三千人 几万个人在线上观看 这就叫复兴 这不叫复兴 我们的复兴是 真正的门徒 必须被建造起来 真正的门徒 必须被建造起来 这个才是教会的复兴 好 所以就是 到了这样一个环节 我们要怎么做 这个太关键了 我们complain太多 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只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更负面 我们就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这也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当然各位都是非常活跃的基督徒 所以我知道 大家有很多很多 那我们今天只是在这里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首先一点我们知道 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首先的就是教会 那谁是教会 这个观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教会呢 指的不是一个building 教会指的是我们这样一群人 你是在方舟教会聚会 你是在这个教会 在那个教会聚会 那个教会是你聚会的地点 那个building不是教会 今天我们在这里 所有的人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肢体 我们是教会 那教会这个词呢 是由这个希腊文 这个大家都听太多词了 所以我就在这稍微重复一下 这个希腊文 以克拉西亚而来 意思就是一种集合 或者是受呼召的人们 所以就像我们讲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神的呼召 所以我们是教会 好吧 我们对神变的弟兄姐妹来说 我们是教会 我们是教会 好 我们是教会 所以既然神把这样的一个奥秘 告诉我们 说教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教会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建造教会 如何要建造教会呢 在以福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在这里讲到说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是什么 就是教会 很多人我们觉得 教会建立太困难了 我们需要太多各方面的事工了 我们要外展 我们要这个要那个 哎呀 我们搞一堆这个事工负责人 是不是 然后我们那个教会就是吃 我们只要一说吃 哗哗就来一大堆人 不吃了 人就不来了 对吧 这是我们建造教会的方式吗 不是啊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我们看到这样建造教会的方式是错误的 我们办一堆人 年轻人来 年轻人喜欢打篮球 我们办一堆 这是错误的 这些人只用你们的篮球场地 他们没有真的认识神 他们没有被你建造成真正的门徒 我们不要再继续的走我们几十年 一直不成功的老路 还在这里绕圈子 我们要真正明白建造教会到底是什么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已经赐给我们建造教会的礼物啊 我们已经有了礼物 这里面没有讲说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这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是耶稣给教会的礼物 是干什么 是要equip God's people to do his work 就是神要装备起他的门徒来 然后去做他的工作 然后还有build up the church 就是要把教会给建造起来 所以呢 我们来具体看 耶稣给教会的礼物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非常棒的属灵的精兵 在这里讲 耶稣给教会的礼物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使徒 先知 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 我们太多时候一听到那个使徒 很多人在这上面有argue 使徒现在不存在了 我们不要再讲使徒了 没有使徒 使徒就那几个 那个彼得给那个犹太人传福音 那个保罗给外邦人传福音 等等等等 一讲到先知 我们就说 先知有点像算命的 其实是什么 如果我们去看使徒 我们去看使徒 你不管是那个彼得也好 保罗也好 我们看保罗 在新语里面大约有一半 都是他写给教会的书信 保罗的书信 那真是为父为母的心肠 他到处 你说他那个时候哪有车 哪有火车 哪有飞机 哎呀 就是这样走啊 坐船呢 到处挨个教会去 建立教会去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 说的是什么 有没有夸赞的地方 有夸赞的 当夸赞的就要夸赞 但是保罗更多是指出教会的问题 他是震动教会 要回到真实的信仰 这是使徒在做的事情 我把你们这个建立 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 我走了 哎 这有人就来跟我说 我刚离开 你们就离开了神的真道吗 你们就没有在持守神的真理了吗 你们这里面又有行营的 又有什么 骂一顿 所以呢 保罗是带着为父为母的心肠 他是在爱心里面说出诚实话 这是使徒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指出教会不符合神真理的地方 我们要震动教会回到真实的信仰 而且要活出真理 我们要指出存在的问题 这个是使徒要做的事情 那先知呢 我们看到很多先知 当然了先知有这个先知意见等等等等都有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在旧约里面 不管是大先知书小先知书 先知什么 先知宣告神的话语 先知会警告我们的国家 说如果你们不按神的话去做 你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悔改吧 这是先知做的工作 先知宣告神的话语 宣告神的审判 以及还有预言 还有我们看到先知是代道者 在政府都不允许的情况下 跪在那里 一天三次的向耶路撒冷祷告 先知是代道者 我们看到传福音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 神在整个的事情里面 有奥秘 有他的计划 但是如果没有传福音的 人不认识耶稣 他打空气呀 他不知道要干什么 他不明白这里里面正结到底是什么 所以传福音的要让人去认识耶稣 要向他介绍耶稣 要让人了解耶稣 最后要让人真正去跟随耶稣 像牧师 牧师的工作就太重要了 像我们这些去做人 你说像我们 我们也有牧师一直看着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哪里生命有问题 牧师一定要提醒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 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的牧师 他们到最后会有走偏 为什么 没人提醒他们 谁敢提醒他们呢 大牧师 明目啊 我敢跟你说 你做的不符合神的事情吗 大家都想想 还算了 他有神的保守 他自己就去走吧 我们非常需要 不管各位 你在这个社会里面是多成功 你在教会里面是什么 我们永远都需要有人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伙伴 我们需要有牧羊人 告诉我们说 你错了 你要保守你刚开始 对神的爱心和热心 你错了 你不在神的真理里了 我们需要有旁边的人 来提醒我们 来告诉我们 所以牧羊人要警醒地 看顾羊群的 属灵的健康的状况 还有教师 教师就是教导神的话语 我们现在太多 听讲道 听这个明目讲 听那个明目讲 讲来讲去 然后一看到圣经 哎呦 这圣经挺好 翻成这个版本 那个版本 买一大堆回家 十多本 就是不读 基督徒不读经 现在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 甚至我们听到最 就让我们最惊讶的 就是什么 有人说 你们两个圣经很强啊 有人说 Oh no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一个事情 如果说我们两个圣经 很强的话 那表示世界真的完蛋了 如果说你们看说 你们两个好有勇气啊 那表示这个世界 真的缺乏勇气 你们两个真的好棒啊 愿意为主出来 这表示真的没人 为主出来做任何事情 你们两个真的就是 圣经的这个姿势 好强啊 一定是天天读圣经 那表示真的是 太少人读圣经了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件事情 在教会发生 我们在 我们的留言板里面 我每次看到这种 鼓励的话 你们两个真的好棒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 你们两个这么棒的年轻人 年轻人完蛋啊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 好灰心啊 我希望各位 应该要看到 是这个样子的 而不是说 我们两个好棒 好有勇气 而是要看到说 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 这两个人 就会变成最棒的 这样子很糟糕 如果说基督徒的定义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真的是很糟糕 我们都觉得 我们不是好的基督徒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创造更好 去教导更好的基督徒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 说在教会里面 大家有什么跟不上 等等等等 说为什么这些人 为什么我做什么 他不明白啊 怎么办 我感觉很苦恼好痛苦 其实不需要 因为在雅各里面 可以帮我放下一张吗 因为在雅各里面 一路撒冷的众女子 指的就是在教会里面 聚会的这些信徒们 他们在这里讲到说什么 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 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 我们豪与你 同去寻找她 所以在雅各这里面 心腹被建造起来的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原来心腹也是不冷不热的 耶稣呼召她说 来呀你要不要跟我去 莫要刹那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乳香港啊 然后媳妇说 啊好啊 我愿意跟我的良人一起同去 当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 就是我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 其他的人会来看说 哇 这个人的生命不一样啊 这女子说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她看到你生命里面 散发出耶稣基督的信箱 她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当我们真正起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们会问出说 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 我们好与你通去寻找他 好不好 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回心 建造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好 所以我们可以来讲一下 就是快速的这个讲一下 我们大家可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行的 Home School 在家教育 在家教育不是一个口号 不是一个被动的作为 不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小孩 不被这个世界洗脑 不是一个政治的行为 因为我们看到政府很坏 所以我们在家教育 而是要建造基督的精兵 你爱神吗 你爱耶稣吗 你的小孩要比你更爱神 更爱耶稣 你的小孩要比你更爱家庭 你的小孩要比你还要有道德 比你更有爱 活得比你还要像耶稣 你的小孩要比你好才可以 当我们亲自带孩子的时候 不是只要 只要把他们教育成就是顺服的羊 更是要把他们带领成 犹大的狮子 他们要比我们更有勇气 他们要比我们更成功 他们要比我们更不妥协 世界跟公立学校 在教导他们这些性教育 我们也要教导他们性教育 符合圣经的 正确的 符合真理的性教育 男人要活得像男人的样子 要活出男人的命定 女人要像女人的样子 要活得像财德的妇人 男人要学会怎么控制自己的欲望 使用自己的野心 有担当 当一个家庭的领导 在教会里面 在社会里面 在朋友圈当中 带领人顺服神 而且不跟这个世界妥协 这个社会是教会的成绩单 我们的孩子 就是我们的成绩单 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不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不是保护孩子 完全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而是要建立他们的身心灵 让他们可以独立 可以自律 变成一个有勇气的大人 我们当父母 就是要把孩子养成大人 不要养成巨婴 OK 我们要亲自的带他们去读圣经 我们自己要读圣经 要灵修 要活得像耶稣给他们看 我们要把勇气 活出来给他们看 他们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礼物 保护好 OK 孩子就是每一个父母的五千两 我们要好好的投资 绝对会物超所值 OK 孩子绝对会带给你更多 OK 你的生命会活得更丰盛 更美满 你的孩子 比任何一只股票都还要有潜力 任何一间投资公司都可能倒闭 但是你的孩子 一定会继续成长 这里很多人会说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教小孩 对不对 小学国中高中里面的内容 我早就忘光了 这里来一段就是 华人很爱 这个华人的这个至圣先师 说的话 子曰 温故而知心 可为师 爱吗 这个字念 已 OK 你觉得 如果你没有能力当老师 你没有当老师的能力 请你回去读小学的课本 国中的课本 高中的课本 你就可以成为老师的能力了 我们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小孩看到你对你的家庭 还有你对你的孩子的负责 你的纪律 你对于道德还有价值观的执着 你在困境当中 你不放弃 还有你有多爱你自己的孩子 你没有跟其他父母一样 OK 把他丢在公立学校 就不管了 只给他们富足的生活 不在乎他们的为人处事 你的家庭的目的 是要创造出好人 而且是比你 比你自己还要更好的下一代 建造神的精兵 很多人在教会说 我们要去哪里建造门徒啊 我们要去哪里找啊 我们要去非洲建造门徒 我们要去那边台湾 我们要去短线 不需要找 生几个 你就专心的建造几个 孩子是我们最重要的门徒 他们要比我们还要刚强 好 所以在诗篇145篇 在这里讲到说 这代要对那代 颂赞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家庭教育 在家自学 不是为了要让小孩上哈佛 或者变得很成功 而是要创造建造成熟 而且成功的基督徒 有爱的基督徒 那 第二个就是创业 创业是什么意思 各位想想 创业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 OK 对 对 聪明 OK 要不要换你 这样 很棒 自由的方式 不只是财务上面的自由 OK 更是思想上的自由 我们在洛杉矶跟旧金山居住的人 都有同样的困扰 就是 我的老板是大左派 我的主管是大左派 我是基督徒 我上班上过得好痛苦啊 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的方向跟行为 我在公司里面只能当一个安静的基督徒 只能当一个妥协的基督徒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过的一个处境 各位有在这个处境的请举手 OK 不用举太高 OK 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社会 唯一能改变这样子的现况的 其实就是你自己 你可以提供服务 你可以建立一个公司 你可以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抵抗世界 一开始真的很难 很苦 我们AI News 现在还在经历 现在还是很苦 但是 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没有被老板的主管约束 而且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要经历的 我们现在这些经历的 都是对我们好的 让我们得自由的 我们每个月都在吃神给我们的马拿 OK 我们一点过得很苦 没关系 我们一点都不想回埃及当奴隶 而且我们相信 应许之地就在前方 神不会让我们穷苦 神会让我们活得越来越丰盛 神会赐福把生命摆上的人 当神给我们更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出去更多 帮助到更多的人 帮助到更多的基督徒 如果说有基督徒 被左派的公司开除的话 他们如果因为 被自由派的主管下 在自由派的主管下面 活得很痛苦的话 我们的成长 可以给他们得到自由的选择 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 可以帮助到其他的基督徒 如果大家看过我们的见证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两个在牺牲 OK 两个这么年轻的人 放弃工作 他没有去好好当导演 我没有去当什么服装设计师 我们牺牲为神奉献 我们在摆上 我们过得好穷 好苦 这两个是好基督徒 基督徒越穷越好 但是不是的 不可以这个样子想 重点是摆上 重点是经历神 神会使用我们的生命 会使用我们的事业 神会让我们成功 这不是成功神学 OK 神会证明摆上是值得的 神会亲自的保守顺服的人 神会亲自的把财富放在 有勇气跟随耶稣的人的生命当中 这真的不是成功神学 我再说一次 神会为了自己的荣耀 来祝福尽钱的人 所以在马太福音 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在这里说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阿们 那生活困难怎么办 对不对 就跟他上面讲的 一天一天的过 我们有认识一个 竞选国会议员的人 他叫做Raul Ortiz 他有八个孩子 在这里有八个孩子请举手 从来没有人举过手 除了他 如果他在别人的公司上班的话 他会过得提心吊胆的 他不可以失业 所以他在生第三个小孩的时候 他选择创业 他选择得到自由 如果说我们问他说 你是怎么带八个小孩的 How 各位可以想象 带八个小孩要怎么带吗 对 而且他们家的小孩 有四个是Home score 他的回答是 过一天算一天 OK 先过完今天就好 明天再全力地面对明天 他周末是牧师 要带领教会 平常是一间 储从公司的老板 现在要竞选议员 我们要相信的就是 神会供应 神是信实的神 神会使用我们的事业 来祝福更多的人 帮助更多需要工作的基督徒 好 所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还有我们的节目也有报道 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支持 被神呼召的基督徒候选人 为什么是基督徒候选人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有基础过各种类型的候选人 都有 并不是说非基督徒的候选人 他们就不是好人 当然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要知道 目的是不同的 我们有接触过一些 非基督徒很棒的候选人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坚持下去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他们选了一次 选了两次之后 人就再也不见了 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选了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 坚持下去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节目里面 有报过的 我们有跟大家说 这个人是不错的 这样的人 我们都会跟他们去生活中当朋友 我们不会说 见一次 介绍说我是谁谁谁 所以你来蹭一个节目 然后你把我们的节目 放在你的网站上 说看有人采访我 对不对 我们不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不想要随便给大家推荐 任何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 我是基督徒 我是候选人 你们快来支持我吧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不要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跟基督徒做朋友 我们去看他们生命中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去看他们对神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我们去看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他们形式为人到底是如何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那在这里我们就只是举例了 因为你不能放太多的源泉 你就最好只放四个脑袋 不然人太多 所以在这里面有四个人都是我们结识之后 然后我们觉得真的是太棒的候选人 那首先第一个 这个人 全加州人都应该要认识他 Daniel Mercury 他是非常非常棒的加州州长候选人 我们有接触过一些加州州长候选人 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有这么特别的这样一个人 非常聪明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的 访问他的影片 他影片里面头发更少 胡子多了 但是他真的是非常聪明 他真的是宪法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他自己去查 自己去弄 有读过美国宪法的人请举手 不用举手 OK 真的有人举手 那就表示是好事了 很多地方是没有人举手的 读过加州宪法的人请举手 他真的去读 而且把每一字 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律是违宪的 你知道各位的地价税是违宪的吗 你知道 营收税是违宪的吗 但怎么都没人讲 是违宪的 为什么都没人弄 因为很多人知道说 你不知道是违宪的 所以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他们可以以一个律师的身份 跑过来跟你讲说 那是哪一条 说是违宪的 有谁可以回答出来 你如果回答不出来的话 就表示我是对的 对不对 我就是违宪的 我说你要付税 你就是要付税 我说我要加税 你就是要加税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Daniel Mercury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大家真的要去看 我们之前的 访问他那两个影片 对那接下来就还有 就剩下这三位 都是我们南加州的 有Eric King 秦振国 他是选国会议员的 哇真的是 这些人都是非常敬钱的人 Rawo Ortiz 就是生了八个孩子 他刚才讲的那个 他是要选这个加州的 州的众议员候选人 然后还有Elizabeth 这些人的这个访问 都有在我们的频道上面 如果大家有时感兴趣 可以再反悔来看 他们真的在生活中 也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人 跟我之前讲的一样 我非常的讨厌政治 我觉得政治很无聊 很愚蠢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就有义务要去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台湾的蓝绿 还是美国的民主党 共和党 说实在的 我觉得都很糟糕 我很不喜欢分什么党派之类的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国家 我们就是有义务要把我们相同价值观的人 放进我们的政府里面 我们不是要 我们要的不是政治上面的胜利 而是耶稣在我们的国家 掌王权居首位 我们要知道 美国政治的运作模式 我们都是从亚洲来的 除了 You and you Yeah I'm saying we're all from Asia Except for Maybe you're from Asia too I don't know Oh and you too Hello sir Yeah Thank you for translating whoever sitting next to you guys 王这个掌权的模式 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深根蒂固的 我们会以为 就是选王的方式 来选这些美国的这些候选人 有点类似 就是台湾小时候选班长 大家讲 听过班 有选过班长吗 有啊 我就是班长 就是班长在这边 那班长是什么 各位可以想一下 班长就是管全班的人 当老师不在的时候 他可以有权利代表老师的 他可以代表这个班的 OK 这个是由老师的权限 是可以管其他小孩的 但是其实美国的民主 不是这个样子 民主不是这个样子运作的 民意代表是 代表民意的 OK 什么意思就是 表示你跟你的代表 有共同的价值观 他在国会或是州议会里面 代表你的声音来说话 来制定法律 来制定说税金 或者要怎么花 他们是来帮你发声的 很多人不愿意参与政治 或是懒得管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把这些国会议员 还有这个州议会的议员 当成是我们的王来看待 好像我们是要来服侍他的 来伺候他的 但其实实际上是刚好相反的 他们不是王 他们不是领导 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而且不应该有任何的特权 他们是你的代表 为你发声的 也就是说 基督徒的民意代表 是非常重要的 谁帮你发声 谁帮你立法 谁帮你塑造 我们生活的模式 谁来控制文化 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是你的代表 所以说了解你的地方的 民意代表 其实比我们每一天 在网路上吵说 谁要当总统 还要重要很多 大家很喜欢吵什么 川普啊 什么什么什么 No 你的民意代表 代表你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支持基督徒的候选人 并不表示 只有在他们 就是选举的时候 捐钱给他们 或者帮他们竞选 然后跟我们之前一样 发传单啊 各方面的 他们是无我们国会的代表 我们就是他们草根的广告 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 我们要变得自律 我们要活得丰盛 我们要活得喜乐 我们要爱灵舍 我们要爱家庭 各位要知道就是 政治是文化的延伸 我们在改变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灵舍之前 我们完全没办法改变政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11月刚过去的这个选举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Yeah 民调显示 OK 有好多的人 不想投给拜登 OK Everyone hates Biden OK Everyone hates Democrats The polls shows it Right 很多民主党的人 出来发影片说 我们不可能投给这个 又老又痴呆的总统 结果special election一出来 民主党大胜 OK 堕胎议题大胜 俄亥俄州出现的这个 宪法保护 出生前都可以堕胎 胎儿要出生了 只要还没有呼吸到 第一口空气 都可以丢到搅拌机里面 分尸 然后放到这个发电厂里面 烧了发电 我们要知道 支持基督徒的候选人 比支持谁当总统 还要重要 我们了解自己的灵社 用基督的价值观 感染身边的人 比去大街上抗议游行 还要重要 还要有效果 要改变我们的政治 不是只看AI News 然后不是只是 参与政治的活动 而是要活出基督 而且改变我们国家的价值观 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挫折 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失败 甚至是其他人的嘲笑 甚至是来自基督徒群体的质疑 还有不理解 把我们给划分成一类 就是没有人想要理的人 就是这帮人疯了 是不是 我们在那边读经祷告 但是神知道 神知道我们会经历这些 神知道你的祷告 神知道你付出的行动 神知道你流的眼泪 神知道你为了贴合他的心意 所去做的事情 神都知道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这个团体就是你和我 这个团体就是教会 这个团体就是基督的奥秘 为什么 因为神要我们在一起彼此兼顾 在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在这里说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置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神啊 只是不讲道理啊 一讲到西伯来书这个时候 神不可停止聚会 就是说我讨厌我的教会 我讨厌这个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 但神告诉我们说 在这里面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神因为不可停止聚会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要彼此劝勉 我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这里 我感谢大家可以 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 有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彼此劝勉 因为我们要get together 去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而且是不置摇动 因为应许我们那一位 他是信实的 神告诉我们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事情 大家都已经觉得很夸张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还有更糟糕的等在后面 我们会因为那更糟糕的 等在后面 我们即将要面对的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承受的 于是我们会放弃吗 我们没有盼望吗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因为神告诉我们 应许我们的那一位是信实的 所以我们要 在那末后日子临近的时候 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要彼此劝勉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打的这场仗 每一个人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我们所有在做的事情 我们打的仗 不是一场未知的仗 我们不是一个送死的仗 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努力半天 我们加油打气 然后我们去做这个 去做那个 我们在做的不是一场 努力了半天 都不知道到底 有没有结果的仗 我们在做的不是这个 神告诉我们 我们打的仗 是已经赢了的仗 当你知道这场仗 你到最后的结局 你已经看到 你知道我们已经赢了 你愿意付出吗 你愿意行动吗 当你知道 你的结局是荣耀的时候 我们愿意跟随神 一起去做吗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在这里说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 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图然的 我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图然的 神都知道 我们很多人 去为候选人跑票 我们去敲门 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们去建造门徒 我们包括 我们刚刚看到 艾伦斯在这里 他有道南家 我没有采访他 去那个 Fix Proposition 19 有多少人 因为这个 Proposition 19 破口大骂 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不知道艾伦斯 做这个 他要承受多少大的压力 但是艾伦斯 神在这里 鼓励你 神要跟你说 他知道 你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图然的 因为我们打的 这场仗 是已经得胜的仗 所以在 格林多后书四章这里 神告诉我们说 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恕 要为我们成就 那一个极重无比的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 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在这样一个时候 我们要学习 主耶稣基督 去耶路撒冷的决心 耶稣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在利加福音里面 都有记载 耶稣要上到耶路撒冷 他去耶路撒冷干什么 他去耶路撒冷送死啊 他要为了我们 被钉死在石架上面 他都知道 但是他在这里说什么 说耶稣 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耶稣是在前头走的 门徒就稀奇啊 因为耶稣跟他们说好多次说 我要去耶路撒冷 人子要死 然后死了三天之后要复活 门徒就稀奇 就说 你知道你去送死 你怎么还在前面带领我们 你还昂首阔步地走在前面 门徒就稀奇 然后马可福音讲到说 跟从的人也害怕 他们怕什么 他们知道这个人 他说他自己要死了 这个人他行过那么多的神迹歧视 他都能做 他现在告诉大家说 他要死了 然后他昂首挺胸的 他说 走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他在前面昂首挺胸 这些人就害怕 门徒就稀奇 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你的遭遇是什么 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 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但是神说 我们去耶路撒冷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信心 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软弱 神没有给我们惧怕 神没有给我们担忧 这一切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全部都不见 我们是得胜的 我们要再一次宣告我们的身份到底是谁 我们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from nowhere no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谁 我们要知道教会的身份是谁 所以神说 基督是神的奥秘 教会是基督的奥秘 我们是基督的奥秘 是在创世以前 神就已经计划好的奥秘 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不是一个每一天的上半族 我们是神的奥秘 好 所以各位 神的奥秘 继续兼顾你们手中做的工作 你们非常棒 你们很厉害 你们很勇敢 你们不一样 你们明白神在你们身上的呼召 你们勇敢地去回应神的呼召 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 谢谢你们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背起十字架 而且永永远远都不回头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想过没有 就是 我们为什么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之前 你知道我们现在这样的景象 保罗没赶上 彼得没赶上 所有记在圣经里的人 他们都没赶上 This is a privilege This is a privilege We born in this generation This is a privilege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有神的话语 我们跟神一起佩搭 我们是神的奥秘 这是一个privilege 这是那些已经在天上的荣耀的见证人 他们都没有赶上的时代 所以神在你的身上有呼召 神告诉你说 他已经做成了 你只要去 不要怕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的privilege 我觉得很荣幸 我们有这样的privilege 我觉得认识神真好 我觉得神给我们呼召真好 我觉得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真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是奥秘 我们是神的奥秘 这是一个完全的privilege 所以让我们学习 耶稣的样式 让我们珍惜 我们的privilege 让我们有去耶路撒冷的决心 让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永永远远都不回头 而且真的不要害怕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 会告诉你说 你不行 你真的不行 我们做这个事工 有多少的人 你们吃什么 你们喝什么 你们下一顿怎么办 你们真的三个人 然后在那边去做一个 根本没有人看的YouTube频道 这是事实 但是事实就是三年了 我们活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神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bank account 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的bank account 隔了三年 我们还活得下来 各位如果去看的话 我甚至想要公布 各位可以看到就说 这真的是神机耶 对不对 很多学数学的会说什么 我不想交女朋友 因为女朋友会背叛我 但是数学不会背叛我 我告诉你 神机就在银行账号里面 就是没有背叛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在那边这样子 天哪 银行只剩一千块 下个礼拜 好像是你不领薪水 还是我不领薪水 还是我们三个都不领薪水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神机就出来了 我们突然有人捐献 或者是突然政府退税了 或者是突然 我们有新的工作机会 然后补齐这一切 这一切全部都是神机 我们不是成功神学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我们有义务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有义务要去做 神叫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有义务在 我们很害怕的时候 我们不敢往前的时候 我们要起来去跟耶稣 一起往耶路撒冷前进 我们要起来背着 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继续地往前走 因为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 你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想象吗 各位看过Passion of the Christ吗 你看着你还敢背十字架吗 我个人是这样子 我看着就是 OK That is not exactly what I want for being a Christian But that is what it is 你要看到背后的荣耀 我们不是要追求任何东西 我们只求神的公义 可以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只要要求 我们可以有勇气 一起背着十字架 一起地往前走 而且我们不可以回头 我们做这个事工 有多少人叫我回头 我妈叫我回头 你妈我叫你 我妈叫我回头 每一个人都叫我回头 OK 甚至以前的朋友 叫我 Are you sure 你真的要去这样做吗 你这个 看你能做多久 有多少的人跟你说 跟你说过 信主可以 基督教很好 但是就是不要太入迷 不要走火入魔 心灵寄托就好 你没有停车位的时候 你跟耶稣讲一下话 你银行里没有钱的时候 你跟耶稣讲一下话 还是要现实一点 说真的 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神迹 而是我们自己 有勇气去跟随神 而且永远不要回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